台东县金峰乡金船疑似爆发了多人食物中毒事件 一名83岁的曾姓阿嬷在昨天吃下了自制的蝸牛小米粽之后身体不适 送医之后宣告不治 随后多名家属凌晨手零食也吃下了阿嬷生前包的小米粽 结果陆续多人出现了症状 总共有12个人送医 3个人死亡 目前还有6个人住院观察 天海没亮的台东多家医院陆续接到疑似食物中毒病患 共通点是他们都吃下同一批蝸牛小米粽 有吃的人几乎都送叫救护车 直接判断应该是死亡 台东县金峰乡疑似爆发集体食物中毒 而起源来自于一名83岁曾姓阿嬷 17号少午3点多 他用朋友送他的蝸牛加上竹笋和芋头包成小米粽 吃完后不只有身体突然出状况 送医途中心跳停止盗孕死亡 起初家人以为阿嬷是病逝 在至上期间吃下他生前包的蝸牛小米粽 结果也陆续身体不适 节节傍晚连同阿嬷供12人送医 3人死亡5人在家户病房 还有1人住院观察 其余3人状况稳定已经出院 第一个病人其实有问过家属说 有没有可能吃错那种料理 因为原住民的食材有可能是怀疑 食材错误或什么的 家属那时候跟我讲说不可能 直到这次后面送来的一群人的时候 才高度怀疏会不会有食物中毒的情况 有没有像农药中毒的这个征兆 不排除 因为他身上会有 他们身上都有些味道 根据医生表示 患者送到院后都有全身发抖 失去意识冒汗等 且口鼻分泌物相当多 身上还有不明味道 不排除是农药中毒 开了我就给他 他就回去嘛 给阿嬷瓜牛的理性男子表示 平常都是自己要吃没撒农药 而且他也有吃没有异状 破手到底为何 食药署毒物专家下午到医院调查 卫生局也取样小米粽食材带回检验 而监警的同步香烟死者遗体 要离期争取案件 解决你相推动报道